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谢谢风大大再次的斗内 我们风大大对我们节目非常的好 这个每天给我们斗内 感恩感恩 那我们看到上次贵指数 本波段下跌以来 第一次同步站回月线 我觉得这是一个盘势 建区稳定很重要的讯号 那再加上筹码面 已经开始很明显的在获得一些归宿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可能不需要太过偏空了 那另外我不知道该怎么发现 其实最近一些高价股 悄悄在拉 比如说股王信华 信华这个波段拉得蛮凶的 而且他是领先大盘先见低的 他最低差不多在八月中的时候 跌到过2070 今天已经拉到2630了 这个拉上来幅度真的不小 不过当然因为他从五月的3000多 跌到2000 所以跌下来的幅度也很大 拉上来的速度也很快 这是第一个股王信华 今天收2630 另外一个就是世新KY 世新KY是股后 前几天曾经一度超车信华 当上股王 不过占不久 那世新KY收盘 收在2555 涨了65块 涨幅2.6% 但盘中的时候曾经创新高 2595 他前一个波段 大概在四个交易日前 他的高点是2590 今天刚刚好突破一档2595 创了历史新高 不过离这个世新 离信华的2600以上 还一段距离了 不过这两档股票都是率先 那个高价股很明显在动的 另外你发现 创意经过前波段大跌之后 他也打了一个碗形底 慢慢再上来 以及普瑞KY 普瑞KY这几天拉的也很凶 已经拉出了连三红了 普瑞KY从774 拉到今天已经887了 足足也拉了100块了 拉了10% 还有详硕也是一样 也很明显的在往上拉 所以我觉得这些高价股 开始在动 感觉起来这些高价股 一般都不是散户在玩的 好像有特定资金 在锁定一些高价股在操作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来到 是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长文老师 段老师你好 木娃好 还有听众们大家好 当然我们不是要来问 段老师高价股争霸战 我们今天是要来谈两个话题 第一个呢 我们第一段要谈美国银行业 最近接连被大的 这个信品公司调降平等 那到底这个高利率之下 银行的风险在哪里 接下来下一段 我们要来谈韩国 韩国说最近房价大跌 韩国的年轻人现在生活得很痛苦 台湾的年轻人其实也差不多 讲真的半斤 半斤兼八两 我们先来谈第一个 这个先是 先是那个目的调降 对 然后后面又这个 惠玉又调降 对不对 接连调降美国银行平等 8月21号标普又调降了五家 对啊标普嘛 标普啊 对 那慧玉是说准备要调降 还没有调了 对 但是是这个目的跟标普 其实六月份慧玉就有警告了 对他有警告 那当然我们看到说 最近啊 这个银行业受到所谓的高利率所影响 那当然 这个目的时 他为什么要调降这几家的银行的一些平等的话 大致上可以从几个迹象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那就是存款风险 为什么我们看到 最近啊 很多的美国银行 他的存款啊 是在转移中啊 也就是说原先啊 在美国他有很多存款的话是无息存款 所以现在的无息存款 大概被调降了那九家的话 也就是目的调降了那九家 一记看起来的结果 大致上他的无息存款 每一家平均都下跌了四%左右 为什么现在利率那么高 还有无息存款 对啊 以前早期的时候 他就有无息存款了 例如说我们台湾支票存款 他也不给息啊 对啊 对 特定的存款项目是不给息的 那最近我看到一个 也就是有很多的无息存款的存户 他把资金搬到了比较高利的货币市场基金 对啊 因为货币市场基金现在都5%嘛 对啊 那所以 所以你说放在那些无息存款的话 那是不是给了这些银行呢 有一些操作的空间 也就是说这些银行的话 不只把这些啊 这个无息存款拿去做什么用 其实有一份资料的话 从高盛里面的资料流出来 也就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那美国银行业未实现的损益啊 逐步在扩大 那如果有兴趣的 这个听众朋友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 最被调降的这几家 这个上市的银行的话 它的AFS证券呢 也就是可供销售的股票 这个证券啊 大致上这9家以来 大概已经损失了 就是账面上没有登录了 也就是未来会损失的 大概是2500亿左右 美金 对美金 那这应该是从去年以来的 一个累计的亏损 这个是从2023年 第一个季度而已 就2000 就2000 今年美股一路涨 为什么他们累计来那么多亏损 应该是说 没买到灰达 对 买到灰达 赚爆了 涨了两倍多 因为它应该是去年年底 已经持有的 就是它一些流仓部位 对 就去年股市跌了 很多股票都还没恢复 那另外一个是HTM HTM的话 就是持有到到期的 这个未实现的损失 也就是达到将近3000亿美金 这是股票还是债券 这应该看起来就是债券了 HTM的不然 hold to maturity 对对对对 所以应该是持有到期日 因为股票是没有到期日的 对啊 所以两者加起来 两者加起来将近5500亿 这是所有美国银行业吗 这个是只有那9家而已 那9家 就是M&T 还有Forton Financial 你讲的是那个标普条价的 那9家 这个Mudis Mudis Mudis条价那9家 对对对 所以风险就在存款面 那另外一个就是银行 资产面也有风险 对对对 存款面也有风险 对对 那另外就是银行的利差 开始收 开始慢慢的降低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 相对应的台湾来看的话 你看美国 美国的存款利率的话 大概是4% 那放款利率的话 大概也就是这个 防盖大7% 对7% 9% 那相减起来 平均相减起来 大概他的利差也有4%左右 利差比台湾银行的银行业大很多 对 但是他的4%已经在逐步的在往下降了 可是我觉得美国的银行业 他的风险比台湾的银行业风险大很多 对 因为美国人 讲实在那个房价一跌 他们就把房子丢给银行了 对 因为他那个房价不值的 这个贷款的总额的话 他基本上就还给 就丢给银行 是是是 他就不会去继续持有这个房子 其实目前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也就是两年期跟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的话 现在是目前是刀挂 那刀挂情况的话 殖利率曲线的话是正的协率 那正的协率的话 如果对一个银行在操作存款跟放款 而言的话 他应该就是去 也就是买买存款 买短期的 卖长期的 也就是放长期的 但是目前有很多 比方说被调降了那几家银行的话 现在殖利率是负协率的 是倒挂的 那倒挂要怎么操作 倒挂对银行业很不利 不是 那问题是有很多倒挂的 目前殖利率倒挂情况 有一些的银行 他怎么操作 他是去卖长期的 他买 买长期的 去卖 去放 去放短期的 这下子如果费的反转说 要把这些殖利率曲线 把它调为正常化了之后 我看这些银行要怎么办 您是说 银行业 他们现在目前是买 美国的长债吗 白话讲一点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看到台湾的银行 最长的定存 大概是三年 对啊 那最长的放款 有到三十年的 对那房贷有到三年 不过现在金管会 不希望他们银行做这些 但问题是 这个放款跟存款 分别占银行的资产 跟负债 那资产跟负债要平衡 现在量有平衡 但是在银行业来看的话 这个duration 是不会平衡的 因为存款毕竟还是 都是三年以内的 放款都二十年的 那这两个是不会平衡的 现在殖利率曲线 是一个正邪率的情况 所以我去吸短期的 去放长期的 这个是对银行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对啊 当然 因为你短期的这个 利率比较低啊 你长期的利率高 你有一个正利差 但是现在如果 现在是殖利率倒挂 现在倒挂情况 是短期的高 长期的低 所以对银行业就不利嘛 对 所以有一些银行 就怎么操作了 就把长期的当短期用啊 就吸长期的资金进来 那去放短期的 这下子万一 FED要认为说 这些殖利率曲线 要把它正常化之后呢 那就糟糕了 这些银行怎么办 那他没有办法 短期之内 把所有的 比方说 他更加 吸长期的资金进来的话 他要及时要卖掉吗 这个是非常难的 风险非常高啊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FM98.1财经一路发 继续来请教队老师 不好意思 我们要谈那个 从房价租屋GDP 就业就学 看韩国年轻人 正在大逃杀吗 确实是 看几个迹象 其实很多的数据都表示说 韩国失业率一直很低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韩国大学生的就业率 非常低 就业率大概只有75%而已 那已经算高了 但是大陆一半年轻人都扛平了 这个我们现在 对啊 当然人越多 所以韩国的 这个 这个 所谓的就业的期化 也就是说大学生 他们都希望到 这个大集团去 大集团钱比较多 所以统计一下 三星的营收 占韩国的GDP 大概是15%到20% 三星 一家公司占全国GDP 对 15成 对 三星从豆腐一直做到银行 但是问题是 他确实提供了韩国 0.2%的就业问题而已 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 0.2%不是2% 所以大家都想起 那再来有一个统计 韩国十大集团 占据了韩国GDP的85% 所以韩国的85% 都是十大集团所贡献的 但是这十大集团提供的 本土企业不到就业 不到5% 所以韩国人要跑到这些大型的工 大型的集团去赚取这个 因为韩国的知名大学 他们都想要到这十大集团去工作 三星 海力士 这些 但问题是 这些公司能为那的就业人数有限 对 所以你说他们就业 他们的薪资是非常高 是没错 因为他们的人均所得是三万块钱美金以上 跟我们大概差不多了 但是他们大学生就业的环境非常非常的恶劣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 念完大学之后花了一笔钱 又要找工作 那又找不到那种薪资非常高的工作的话 结果又要买房子 住房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首尔房地产最近都在跌 但是他的跌 有一个问题 他们大学生有一种说法 说韩国除了首尔都是村 所以唯独首尔才可以住人 所以他的经济高度集中在首尔 什么叫除了首尔都是村 也就是除了首尔其他都是乡下人 对 这个非常好笑 这也太那个 所以我们如果说从那个人口统计去看的话 大概首尔 大概就霸占了大概两千多万人口了 他们才五千二 对 所以韩国一些统计数据也蛮矛盾的 就是说非常不均衡 所以我看2019年调查的统计 当时韩国租房人口大概占总人口的42% 但是我不晓 因为沐华可能是那个房地产专家 不敢当 那个韩国有一个有一个租房的模式是全租房模式 不晓得听 有听过 就他们租房子要把一半房价的钱给房东 对对对 叫全租房 对 好像是七成啊 一半到七成 也就是说租客要去把房价的七成的去把它贷下来 对 贷款下来 把这些钱移转给房东 你只要去支付利息 你就是可以住两年 对 就是说你不用付房租了 对对对 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这间房子的价值的一半到七成的钱给房东 不管你这个钱从哪里来 对 反正你就要给这个房东这笔钱 然后你不需要在这两年付房租 但是呢这笔钱其实很大笔钱啊 对 那房东拿了这个钱又去炒另外一间房子啊 对对对 所以那个房东就越滚越多房子 所以有很多今年的情况就非常的奇特 首尔房价今年下跌嘛 所以全租房啊 基本上都爆雷了 为什么 因为房东跑了啊 房东跑了啊 因为他拿了七成 那个房价如果跌超过他的七成的话 他的钱全部拿 全部卷全部卷走了啊 所以只剩下负债累累的这些租户而已啊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啊 这个韩国年轻人真的是正在大逃杀啊 那这个马东时的电影我们都看到了 大叔真的是发飙了 我跟你讲大叔也是会发飙的啊 对啊 所以我们看到韩国的这些年轻人的话 基本上啊其实韩国的那个大学联考制度的话 跟我们台湾是一半相同一半不一样 好像我们看一些韩剧的话 似乎他们在高中 进入高中的时候就非常辛苦 为什么因为进入高中 他们的出缺情率啊 还有所有的分数 还有所有在高中三年所有的记录都要到大学去揭露 否则的话是进不了首尔区域的大学 所以这个是非常凄惨的 所以韩国还有一种说法 我不晓得这个木槃有没有说过 以前是四当五落 现在是三当四落 没听过 没听过 对老师请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一天只睡三小时啊 才可以考上心仪的大学 如果睡四小时会落榜 是哦 对 睡四小时会落榜 每天都在处在一种严重睡眠不足的情况之下 对高中生哦 也就是说一天睡三小时 才可以考上心仪的大学 而不是首尔的那些大学 如果睡四小时啊 你就准落榜啊 所以这个我们称为三当四落 韩国人真的太精神 非常辛苦啊 非常辛苦啊 精神到一个级 你看哦 韩国总共有五千两百万人口 他们高中的补习班总共几间 总共十万间 那大家觉得说我们台湾也很多 问题是台湾统计结果 大家上网去去找台湾的补习班 总共几间 一万七千多间 你看一下超商在台湾总共几间 一万两千间 那台湾的补习班有记录的一万七间间 台湾的超商一万两千间 那韩国总共十万间补习班 所以你看韩国啊 这个比台湾人还要更喜欢补习啊 不补习似乎好像不行啊 不过台湾有一个东西超过韩国 台湾的ATM总台数超过韩国 台湾ATM有三万两千台 没错 这个我很确定 因为我最近才查过 尽管会有揭露 台湾所有ATM加起来三万两千台 这个是亚洲 没错 亚洲平均国家的两倍 我们超 我们的ATM超过日本超过韩国 对 我不知道台湾为什么要那么多ATM 对啊 其实 如果要谈上 那个所谓的韩国的那个教育制度 或者是高中生 或者是韩国青少年 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啊 其实韩剧可以推荐 这也不是韩剧啊 这个应该是纪录片 那纪录片叫做学习的背叛 他总共有三级 那这三级的话 从第一级啊 这些考生啊 他认为啊 他非常明白啊 也就是说 要考上名牌大学 跟你住的地价 是有很大的正比关系 正相关 也就是说 你住的 那个房 你家里住的那个房地产 如果越贵 你离名牌大学 就会越近 韩国 这样子一个严重竞争 而且极度不均衡的社会 是 段老师 你觉得他后来会 未来会怎么发展 我觉得台湾 也快接近了 也快接近 对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 以韩国为接近 所以我刚才会有三道猴子 对 所以我看就是刚刚我讲了这部的纪录片 学习的背叛的话 好 谢谢段老师